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有在电影里才会描述的如此神奇 这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故事继续往下看 应该眼睛失明 所以听力尤其的好 可以分辨出任何东西发出的声音 一次坐计程车并能分辨出 之前的乘客是一名男乘客 两人正在车上争执开瓶子时 车子撞人了 司机骗他撞的是狗 后来计程车司机跑了 第二天绣针去警局报案了 并做供词确定撞的是人而不是狗 警官因为他是盲人而有点歧视 之后秀珍的一幕吓到了警官 你四十左右身高一米七 身材销盛 这能力好深的厉害 惊呆了警官 秀珍不仅听觉好 嗅觉也很好 直到他中午吃的是炸酱面 口气有点大 之后警官刮目相看 秀珍把听到的感觉告诉了警官 此日因一条肇事逃逸的悬赏横幅让送鸡嘴的小帅看到 并打电话说自己是目击者 坐笔录时说了很多违背事实的措辞 让秀珍一句话点破 你为什么不当时报警 难道是为了奖金吗 小帅临走之前说到 那个车一定不是计程车 其实小帅是当时的一个目击证人 那天下雨 小帅等车看到了那辆撞人的车 此时那个司机追到了小帅的住处 打伤了小帅并送去了医院 好在没有什么大碍 此时秀珍被男司机跟踪 被等车的小帅看见了 并打电话让秀珍下一站下车 但此时男司机也跟着下车 并用刀刺着秀珍让他慢慢走 好在秀珍带着喷雾 为自己奔跑赢得了一次时间 在小帅的视频通话中不断的奔跑 跑到便梯里还是被追上了 好在狗狗救了他 誓死捍卫自己的主人被男司机火生生的杀了 秀珍因此也被获救 事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车子是标志308 就此全国开始调查这个牌子的车 这时男司机出现了 原来他是一个私人妇产科医院的主导医生 我们的警官也因调查车子来到了男司机车前 男司机机灵的拿出了另一辆车钥匙 上了车 但是一个小动作让警官怀疑 右手戴着表车上的号码也是之前拨打过的 此时男司机也感觉不对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警官正以为自己抓住疑犯 却敢被其杀害 男司机用警官的手机发了一条给小帅 问在哪里 随后赶去孤儿院 小帅为了救秀珍拼命的和男司机扭打在一起 但是不幸又被刺伤 流血过多晕了过去 秀珍因为听力比较好 所以把电路弄掉闸了 为了救倒在地上的小帅暴露了自己 被一顿打 正要被男司机强暴时 小帅醒来救了他一命 两人没命的往外跑 可男司机也追了出来 小帅和他又一次扭打在了一起 小帅又一次被撂倒 此时男司机追着去杀秀珍 被秀珍一砖撂倒 最后警察来了 他们也都安全了 故事就结束了 一起按键 两名目击者不同的陈述 他们向真相展开激烈的搏斗 看得我是步步惊心 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真的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推荐给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